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爱的太阳神的导师好 全球超马家人大家好 以及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有缘朋友你们好 那今天呢 是美根参加由台北退院文化所举办的 因为爱幸福美满 随着到来108天的卡牌活动 今天已经来到了第49天 那同样的呢 今天美根也将会抽这三幅卡牌 与大家分享学习领悟心得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学以致用 内容是说到呢 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在于学历 重点是你遇到问题时 能不能够立刻将自己的SPA班无益派上用场 那才是你面对人生即掌握富有的基准 太阳神的导师 那其实这张卡牌学以致用导师要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 当我们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这个方法 有很多的方法马上给我们就可以调动这个正能量场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那当问题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懂不懂得善用 马上呢 就在一秒钟 里面呢 就可以懂得去做到位 懂得去派上用场 学以致用 那其实真的这张卡牌真的是很简单的 就直接的就告诉了我们学了那么多 要落实才是唯重要 那落实了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其实很重要的 就看观察一下我们的进 生活的进流 再退步还是再进步 那这一切的结果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有没有在落实 来再提升 学以致用 当我们遇到这个人生课题的时候呢 懂得去善用 活用 老师所招的方法 那真的是可以化解掉很多很多的事情 再来呢 丰盛的光 今天所抽到的主题是 物迷恋观想 内容是说到呢 观想只是一个帮助灵命成长的工具 藉由心无旁经的观想 来达到你想要的火候与目标 一旦你能够真正达到之后 必须要知道这只是个方法 不能一直迷恋其中太盛的导师 那物迷恋观想 其实 我已经抽到了很多很多次了 那其实 这张卡牌再次的提醒 是每个人说 这个只是一个工具观想 给我们初学者的时候呢 只是要利用这个观想来达到我们想 可以达到的观想的这个画面 那当真的是已经是到一个火候的时候 已经是掌握得非常熟悉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次着于这个观想 然后给它自然的就一下子在那一秒钟 当我们在落实不住一二三的时候呢 在那一秒钟其实就可以观想出 那个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景象了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练习呢 是要每一天 每一刻 可以的话 就真的是 啊 时时刻刻都要落实 务必呢 就是练习熟练 到我们真的是 到境界来的时候 哪个体来逃我们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调动太阳的量 把我太阳的这个观想来保护自己 因为有太阳 今天所出道的是全然相信 内容是说到 想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有所说过 你相信 那么就全心的相信 你与诺 你就要全然的做到碳水的导师 那这张卡牌 导师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呢 产道做到 尤其是 跟负能量 跟我们自己的负能量 达成后世的时候 主发的原理 一定要去完成 然后呢 这边有说到全然相信 对啊 嗯 就是要相信说 天地为我们的依靠 和我们为我们的依靠 如果不相信天地 还可以相信谁呢 所以真的是 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 这个系统 在落实了之后 一步一脚印了 机会越来越的固定 因为真的 我们真的是 听话造作 导师所讲的方法 真的去落实的时候呢 每一个结果 我们得到的那一种满足感 真的是 会很发喜 真的会很发喜 然后 真的是 化解了很多很多的 啊 我们所 化解不了的东西 或者化解不了的烦恼 然后我们的 真的是 会越来越的订阅 越来越相信 那非常感恩呢 今天 成为了下部卡牌 服务头的这个 这个 补心得 他在 下个月哦 靠近了 太海鲜的导师 将未来 移到 这个 我们的冰城 还有 吉隆坡 911号 祝你2号 我们的导师 这次的主题 就是这样 生活顿富足 就是 要让我们好上家好 谁呢 希望 有缘的朋友 看到导师的DM 美根自己就是 在去年的12月就是 什么都不懂 就是看到导师的这个flyer而已 就报名参加课程了 连作者是谁 我也不懂 什么都不懂 那真是所谓 杀人有杀福 我真的非常感恩 真的是 所以我希望 真的有缘的朋友 可以大家一起 来改变 一起来提升 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再谈大家时间 谢谢大家